好,在这个单元我们要讲的是 Excel函数应用里面的 不一样的序号填入 什么叫不一样的序号填入呢? 我们看结果工作表 假设我的序号是要这样子 12345678910 就是有空格我就跳过去 那这时候要怎么办呢? 怎么样的一个做法 能够做到这样的要求 我们看一下范例 说明一下 首先我们会打一个等号if 判断V栏是不是空白的 V栏假设是空白的 我就干嘛也空白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函数 subtotal 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要选的是第三个 count a 统计它的个数 然后逗点 从V2冒号V2 有没有 注意到 但是第一个V2是开头要把它锁起来 因为我们要统计它是个数 非空白的个数 所以第一个V2一定要框起来 然后再右刮号 然后再右刮号 好了以后按Enter 它就出现1了 然后我们往下拉 这边叫12345678910 11色 重点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把这个资料把它干嘛 框起来我选资料里面的筛选 将来假设 说我这边科目 我把它全部都刮去掉 我只挑果文 它的序号还是一样会出来 123 或者今天我全选了 我换一个角度 我用姓名 我抓的是张其名 他一样会把张其名全部干嘛 1234 框起来有没有看到 23512 这是列数 在第几列 所以他说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然后如果说今天来讲 我忽然之间这边干嘛 插入一列空白列有没有 常用 我把它插入一列空白列 请注意到序号是不会干嘛 不会断的 甚至我今天插入了三列四列都没有关系 常用 插入空白列 你看到没有 它序号不会变 而且重点来了 今天我这边打了一个人叫做张三峰 打完Enter 注意到一件事情 看到没 序号有没有变 有变 可是因为公式 你只需要干嘛 拉下来 它马上会变成7了 7了 这边有没有 8 9 10 11 12 13 它会自动根据 VLAN 你指定的VLAN的资料 有没有 来统计 非空白的个数 而我们把这个个数当成什么 序号来玩 序号来玩 好吗 好吗 在就会看 那边有什么 这边是